您就是天明吧 您还自己绕过来了 是啊 我刚才去问了几个老乡 您看这房子可以八了吧 对 就这房子 咱越快越好 请 来 姐姐 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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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天明 八房子是大事 你去北京打工可以 但房子不能说动就动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您是大董事长 我们比不了你 我们这种小家小户的 也得活 请 天明 爸 妈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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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升 什么东升 前东升 别别别 叔 您老签了 我不管混成什么样 我还是前东升 叔 您别嫌我说话了 我真的觉得八房子这事 您再好好考虑考虑 咱不能拿国家政策开玩笑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这是个外人 我们家房子八不八 肯定是我们说的算是吧 走走走 接着看房子去 走走走 天明 来来来坐 东升来坐 别客气到我们家 东升 沈子信你不是那种人 沈子 这您就说对了 我不是吃两天饱饭 就不知道重点有多难的人 您别跟我客气 我也不跟您外的 我真的觉得这事欠妥呀 东升 你看我们 你昨天没说我们也不知道 对不起了 咱不挑礼 沈子 您看您这哪个话 没有 绝对没有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们这个八房子的事 我们想了好多天了 都想好了 这不现在是没办法的办法吗 你这个大董事长也难为我们 沈子 我怎么可能难为你 这跟董事长不董事长没有关系 他八个董事长也不能干预别人家过日子 是啊 沈子 我是不跟您外道才这么说的 我真的觉得这事欠妥 妥不妥的我们都想好了 真思熟虑了 在我们来说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不沈子 你听我说 这个事 你听我说 你别插手了 你不管了啊 坐坐坐 歇着 沈子 村长 娘 沈子啊 这午宴你不参加可不行啊 像牙购和我们村都感恩戴德 村长 休桥和吃饭没什么关系 两经理巨事一样的 那怎么行啊 就在我们村 我们村委会 我跟那个仙下沟的书记都说好了 不走远 不排场 够不喝大酒 耽误不了你牛肉身 那就是吃个 出沙淡饭的 谢谢 您的心意我领了 让经理巨事一样的 我不太喜欢应酬 别别别 你 天明 抱歉你 是个午饭 我劝 我算老几年我劝 你 这 这是什么情况啊 这扒到底还是不扒呀 扒呀 扒呀 那当然是要扒了 您呢 您看能不能想办法 帮我们家那猪就处理了 行 想到八百大百千 别的 我们家那种特别匪 大哥 我是出去打工 穷家货路 路上都带点钱 您看能帮个忙 帮个忙行吗 好 那就多加个十吧 现在的人 就怕是血质高 肥猪是卖不起线的 你没看见现在的人 搞饲养的 都把猪搞成了体育场 不是 天天拿鞭纸抽 这不是逼着肚锻炼吗 等等等等 带我一下 爹 问一下 你是干什么呀 是收猪的还是挖房子的 挖房子的呀 怎么了 我说你们怎么积三伙色的挖房子呢 想得到补助 自己挖嫌慢 还找别人帮忙挖 是吧 那是村长 这是我们家自己的事 你错了 大错特错了 房子势力的不假 但是挖了房子你盖新房吗 对不起 要是不盖新房的话 那就不符合政策 就不能进行递票交易 就不能给补贴 对 您说的对 叔叔 我说的布图就在这儿 国家有民文规定 有你什么事啊 那村长 那别人怎么能 拔房子连补贴呢 别人 我们村的 别的村的 那别的村的 我就管不了了 可是这个村就不行 你走 赶紧走 不是 天明 这怎么办呢 你还怎么办 没得商量你赶紧走 你这时候中手没电我告诉你 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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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说去不去 别别别 村长 村长 你们别搅和 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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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搅和 村长 你 走走走 你赶紧干什么 前面 少说点 你干什么 村长 别跟他一般业势 我告诉你啊村长 这房子是我们家的事 你少管 我告诉你 你房子可以扒 但是补贴坚决没有 天明 你扒房子不就是为了补贴吗 既然这样 我看还是算了吧 别别 大哥 别别 大哥 你别听他们下说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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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意思啊 一会儿你答应我们家申报了吧 那是因为你老爸没说实话 我要早知道你们是杀鸡其轮 跟我打着埋伏 当初申报我都不能批 对不起 现在我知道了 你们这房子即使现在是扒了 也不能算是妇肯 更不能验收 总之就一句话 别想钻这根空子 别想拿着国家的补贴 去换那个大车票 你这是跟我头上的乌纱帽 你过不起 又还乌纱帽 你还真把自己当杆帽了 你这是什么说话呢你这是 怎么着呢 我说做什么呢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拿着豆包不当干练 我还就拿着鸡毛当令箭了 这个房子你扒一个试试 我保证你一分钱都不听 你拿不到你行不行 你行行行行行行 少说两句 不扒了 不扒了 我不扒了 不扒了 有工夫 你好好想一想 东升和你是同学 人家为家乡修桥 你呢 想着钻政策的空子 扒了房去打工 这差距怎么这么大呀 尊长 尊长 我愿意 你不愿意怎么着 你不愿意你啊 长能的 别光长脾气 也就是在这一亩三分地 你算是个老百姓 你换个别个地方 你试试 你到哪儿不是外地人 是农民工啊 还混北京 北京劝你啊 能内大小不分地方 一个小毛楼里 照着出十传情 你这有能力 你别老寻思着 把老房子 你盖房子呀 就你们家那个 半截的三层楼 在那戳里有半年了 我就没见他 贴上一块块 你能得到哪儿去了 我是希望啊 希望看到你把房子盖好 你把那个补贴都领走 我也能净份心 钱就在这儿放着 你不来哪儿呀 你能得到哪儿去了 我们家愿意 少说两句吧 老哥 老嫂子 你们家这日子 现在过得什么样啊 孩子孩子没人管 我亲手送的 去留守儿童学校啊 老婆老婆没人问 出车祸 在医院里躺了三天 家里人都不知道 还我就是个 芝麻大的村官 要是没有我这个芝麻官 你们家指不定 得盯多少大习惯 我是巴不得呀 天明 你也能为家乡铺路家桥啊 那个时候老子去城里 去县里去开会 脸上都用光 我现在就让你脸上有伤 你凭什么要这么说 你凭什么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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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你 天明 你别走 大哥 大哥 这个方便还得帮 大哥 你先走了 你放开我 我告诉你啊 天明你走 你从此而遇到 天明 走 怎么回事啊 天明对不住啊 我这不是故意的 你没事吧 董事长啊 你行啊 你真行 不是 天明啊 天明 陈总 陈总 对不住啊 陈总 你走吧 杜总 走吧 休闹了 没事 不行 再骗 拜拜 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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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明 吃饭了 董事长 人家都董事长了 我还给人家送自行车 人家都修得不见瞧了 我还给人家介绍 当保安队长呢 你也别想太多了 这人是铁饭是钢 是做人别太装 要分心铁和钢 我 钱东升 你这狐狸的尾巴夹得也太紧了 演得真好 你觉得东升哥 是故意耍你刺激你啊 不可能 东升哥不是那样的人 再说你昨天也没给人家任何解释的机会啊 这饭得吃啊 天明 周 doctor 不 好可іш vão Vamp 吃饭好了 嗯 姝mes 我刚才扶我哥啊 他手机在门口了 unto pros 瑶瑶 阿玛 快点吃 天明呢 怎么不吃了 她说她不饿 让咱们先吃 咱们吃吧 咱们不用等她 肚子里有气井热呢 她肯定不饿 干什么呀 这老不让我说 把我屁股摸不得 这毛病什么时候能干 不打了 我不要做 你看 你看 二毛 二毛 走 大家家里再进屋吃 动画片开始 没干什么 我还忘了 我今天要挤钱了 走 我带你看去 走 儿媳妇们都在呢 你说话就不能注意点 小孩子一顿不吃 她饿不舍 前面这毛病 一辈子要不改的话 她一辈子好不了 我要是不说呢 才真是坑了一下儿媳妇的 你爸喝高了 喝高了 我要不喝酒的话 我就给我拿一只老脸 去见下村长呢 你说哪有这样的人呢 昨天不知道 就是这董事长 跟人家海泡天空 拉罗子晒马地跟人家吹 今天知道人家是董事长了 所以她至于为她吹大了 脸上挂不住了 心里窝气了 就拿村长杀气 就是村长找你惹你了 人家不让你卖房卖地 就让你八房去卖地 那是有理有据 你也犯不上跟人家吉时白脸 其实我知道 她倒不是 前村长挡他卖房子 她这是指申骂怀 管一事件 把对东升的气都杀到村长身上了 你说这叫什么人呢 你自己走路摔了一跤 站起来踢了羊一跤 那羊找你惹你了 你走路 那羊都不能在旁边吃草 东升不行了 你就偷着了 人家行了 你又心里不舒服 什么人呢 要怪什么 只怪你自己 怪你自己没出息 你现在说这些干嘛呀 现在最要命的是 咱这房子没法扒了 知道吗 咱底下该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有什么问题 你说 有什么问题 还怎么办 现在唯一的问题 就是签名 眼高手低 谁要面子 活说对这个臭毛病 他就给折腾着 打工怎么了 去北京打工就在卖房子 你看 说出来心里话了吧 压根就舍不得 你们家老侯祖宗这座房子 不是我不舍的 他是没必要 人家东升回来 就大了一座桥 按他这理论 那东升他卖多少房子 那地主家也折腾不起 我去给天明送口饭吃 你今天怎么了 你告诉我 你怎么了你 吃枪药了你 不是我吃枪药了 是春战 对咱家有恩呢 你说咱家吧 二毛丢了 得找他 瑶瑶一个人在家 是谁帮着咱们家 送瑶瑶上学的 秋名出车祸 是谁先知道的 还有大栋茶街 一日来要账 是谁又挡着他 给咱借钱 把咱新楼房保住的 都是村长啊 咱家的事情 事事落不下村长 村长对咱们家有恩哪 你说他做这事情 是咱老侯家人干的事情吗 瑶瑶 就你有面子 瑶瑶 我告诉你什么叫面子 妈妈要拆卸这个床单别照 要弄不着 今天晚上你去个二毛睡 好不好 一家人在一起 你这才能面子 我们老侯家 出的妹妹就是农人 你生肚子不见骨头 做的什么贵人梦啊 这农生 房前屋后继续守不住 你还跑到北京去开花啊 北京那么大 又都全你一个人啊 你说够了 嗯 奶奶那行 赶紧去村长那去 你就跟他去 干什么你啊 你先真心 你给村长承认了不是 你老是不让我说 你是不是怕他听见啊 我告诉你 我就不怕他听见 我就怕他听不见啊 谁没脾气啊 谁没脾气啊 我也有脾气 我告诉你 他爱怎么着的怎么着的 别拿我的老脸 他们扎脾鞋 我爸说的没错 我确实是拿村长撒气 其实我爸也是拿村长的事 当个由头 说出了他心里话而已 东生一声 让我看清了自己 这个自己 不是真正的我自己 是别人心里的我 一句话 我几斤几两 大家心里都有数 只是平时没说出来 我爸这是说了 还有没说的 包括我妈 秋美 甚至天亮和篮子 他们能不知道吗 他们心中的我 会比我爸心里的强呢 这让我根本无法接受 所以我刚刚和家里 缓和的关系 又再次走向了 众叛亲里 喂 老红 家里情况怎么样了 解决完了吗 你等一下 电话 月达 月达 主管 我这儿现在 不太顺利 我回头咱你打吧 好 就这样啊 喂 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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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我这么给老红打电话 是不是给他惹麻烦了 不会吧 咱们不是帮他找工作 怎么电视惹麻烦呢 可是是个女的接的 好像是他老婆 那你还是我媳妇呢 不仅当着我们那儿 别的男人有的话 这不一样 我替老猴的口气吧 都变得不自然不正常了 不会吧 他老不怀疑你跟猴天明 不会不怀疑 他也不看看 他老公是什么样子 不想跟我老婆是闹鬼的 那点类似多少记者 你不懂 这男人吧 老不在家 女人心里就容易空落落的 更容易不踏实 会变得很敏感的 敏感不怕 神经也不怕 只要通情大理都行 这一次我会很快回来的 没关系 我都已经习惯了 反正这里就像宾馆一样 空调 还有二十四小时热水 你照顾好自己啊 要是不放心的话 就打个电话 跟他解释一下 他对着身边 告诉猴天明 那猴天必须要 给个消息 要不然我朋友的公司 就请别人了 不能等一直等着他 我知道了 你赶紧接电话吧 你的电话一直响 搞得你本来还在家里 我心里就空空的 我知道了 马上下来 那我就不送你了 你也是 这跟东升哥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我哥心态的问题 你说我哥但凡是胎胎实实想找一工作 那也不容易啊 是不是 跟东升哥人说一声 东升哥能不同意吗 别说是找一工作了 混一关半职都有可能 行了行了 是是是是 我知道我哥肯定不同意 我爸说的一点都不假 今天就是拿人村长出气呢 在东升哥那手刺激了 这边心情也不痛快 你说东升哥是不是董事长 跟咱有啥关系啊 我哥到哪不也是打工挣钱吃饭的事 打工挣钱有这么重要 那都是小事 我就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东升 他怎么当了董事长了 我心里特别不踏实 不 妈 你心里有什么不踏实的呀 妈妈 你陪我睡吗 我陪你睡 秋妹 我想问你个事 说 钱东升是董事长了 你不知道 不知道 钱东升碰见二毛的时候 是出差 但其实他回家已经很久了 当上这个董事长 就算是天天交水是非 三年两载的也差不多 这么长时间 你们就没联系过 没联系 我觉得你不应该不知道吧 咱们睡觉吧 瑶瑶刚睡的 不行 就得贤大叔 我心里闭不过来这劲 你哥你嫂子那活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啊 那会儿不还有东升吗 哦 那现在东升怎么说回来就回来了 还大发了 那个 不至于吧 我嫂子不是那样人 我没说她是那样人 现在你哥和东升 那差距也太大了 你说一两天那不能 对吧 一年两年呢 三年五载呢 再说了 你哥和你嫂子没一块去北京啊 不太太懂了吗 我这么说我东升哥还一个人没结婚 我今天下午给我们的老大姐 就东升村村头着那个 我给她打电话 没结呢 秋美 你跟我说实话 真的 你真的不知道吗 你不就是怀疑我跟东升哥一直都有联系吗 你不联系她 她也可以联系你啊 你什么意思啊 我还没怀疑你呢 你先怀疑我 你刚才那电话我接了 一上来就问你家里摆平了没有 来你跟我说说 什么叫摆平了没有 是不是不带我跟颜奥去北京你就摆平了 还去北京呢 拿什么去北京呢 你少跟我打场 回答我的问题 那你也别给我转移话题 我说话告诉你 东升是董事长 你不知道我打死我也不信 侯天明 你真应该找你手黑的就打一架去 什么意思 把我打死是吧 侯天明你这叫什么事啊 你没事在家里找什么邪尘啊 你要厉害 昨天你知道东升哥是董事长的时候 你拿出现在这劲啊 你看看你昨天那个虚情假意的样 跟人家在那笑啊 递名片啊 还给人家送自行车 还带人家看新房 没怎么着又跟人家介绍个工作 我看你就是昨天装过了 老天开眼了跟你开了个国际大玩笑 你够了 大家都是成年人 做事情自己要承担后果啊 你没事干在家里发什么疯啊 我昨天就跟他装了怎么着吧 你装你别难受啊 你现在这叫什么事啊 侯天明 为什么在你的世界里别人做什么都是错的 怎么就你做的是对的呢 庞国秋 你别在这跟我说风凉话 我现在问你的事 东升是董事长 你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 我就不告诉你 怎么着 老红 家里情况如何啊 刚才接电话的收拾你媳妇 如果误会了 请听我说抱歉并解释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先把他电话的事跟我说清楚 什么叫摆平了 那就是一语言习惯 我跟你说一百遍 现在是同事人家跟我说工作的事呢 那我跟东升哥也什么都没有 你不也不信吗 这回又跟你说什么 庞国秋 你别在这儿血口喷人啊 咱们俩谁血口喷人啊 咱们俩谁血口喷人啊 你别逼我庞国秋 咱们俩谁逼谁啊 你们年轻人都说了 那人要是挣了钱了大发了那种 叫叫什么来着 高福帅 高福帅 比那邪无多了 王老五 钻石王老五 奶奶 奶奶 妈妈又吵架了 怎么了 宝贝你怎么不睡呢 没事没事 姚姚没事 那个阿叔带你们找二毛去啊 咱今天晚上跟二毛睡 好吗 我刚回来 人家闯了 你看看 你看看 要不在奶奶这儿睡 没事 在奶奶这儿睡 奶奶 求求你管我爸爸吧 你不是他妈妈吗 不是他妈 你让他别了 跟我妈妈吵架了 行吗奶奶 求你了 奶奶听你的 谁也不听 您听话啊 我这就找你爸去 先睡觉啊 行行行 走 哎呀真是不伤心 庞国秋 你别以为你的事我真不知道 我什么事啊 你和东升的事啊 我跟东升哥什么事啊 我跟东升哥什么都没有 我拿他当哥哥 他拿我当妹妹 我还是那句话 我选择嫁给谁的时候 东升哥还没走 人家也跟我表白了 但我选的人是你 对 所以我们结婚那年冬天 他去参军了 告别伤心地 知道我为什么选你没选东升哥吗 东升哥的志向太大 给不了伪伴我的家 你呢 你给了吗 庞国秋 你还在这儿挤脸上人了是吧 是 我没有给你你想要的幸福 你和东升 不是一直联系着呢吗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知道 莫天明 在这儿给我演大赌呢 你以为你是算命的 我不告诉你那信在哪 你能哗的一下就给我拿出来吗 我跟东升哥要真有什么 我把那信烧了好不好 我给你这机会 让你挤得我呢 我还是那一句话 东升哥之前就回来了 但是我没见过他 我更不知道他是董事长 我可不像你 一会儿一个电话 一会儿一个短信 你想好好过日子吗 潘国秋 你别在这儿跟我蹬别的上脸了 后悔了是吧 后悔了去啊 趁人家东升现在是董事长 人家还没结婚呢 侯天明你说的是人话吗 我庞国就嫁给你 没想上几天服务 我把孩子给你拉扯大了 我对得起你了 我看村长跟爸说的话都对 人家谁都没错 错就错在你 对 是我自己没能耐 你不说我也知道 你们所有人心里都觉得 我没有能耐是吧 那你倒是干点 让我们看得起你的事啊 你干嘛 我 打 你往这儿打 我不跟你一般解释 打我都是轻的 打我算什么本事 你应该说跟我不过了 说不过了你才牛呢 对 光说算个屁 对啊 光说不练假把势 有天明我还跟你说 谁爱瘦你这脾气谁瘦去吧 我是瘦不了了 去了趟北京别的没学会 脾气长大了 我一年见不了你几回面 没事光给你当瘦气筒吧 我跟你说我庞国舅就是上辈子 我投胎的时候没戴眼镜 我看上你了 好 妈 妈 别管她也别劝她啊 想走让她走 秋美 你给我闭嘴 秋美 秋美 听妈的话甭跟她一般见识啊 你去哪啊你 哪都不去 这是你家啊秋美 您是没看见她刚才找鞋缠那样 她自从知道东升哥是董事长以后 整个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我爸说的对 她就是觉得她自己不如东升哥 她现在心里不痛快 哪谁都跟谁撒气 我知道我知道 我是她妈我还看不出来吗 你给妈一个老面行吗 咱就高姿态 不跟她一般见识 我和你爸心里都明白 妈 您知道刚才吃饭的时候 我为什么不走吗 我坐那听着不是给您面子 是因为我觉得我爸说那话特有道理 侯天明她现在自己好的问题没想明白 她没想清楚 别说我跟瑶瑶了 她自己日子都过不好 她要想明白就不这样了 秋美 咱不看着她的面子 不跟她一般见识 咱们看着瑶瑶的面子 行吗 瑶瑶在我那屋里你去看看去 舅妹听话 孩子不能没有妈 听见没有 孩子听见多可怕 听见的 不说走了 啊 妈 你拦着她干嘛呀 劝她干嘛呀 想走让她走啊 你糊涂你 这么好的媳妇儿 你能找着第二个来吗 可怜我 替我着急是吧 哼 对 媳妇儿不要了 我自己一个儿过 今后到老了 还是没有个伴儿 孤苦伶仃的多可怜的是吧 妈 我告诉你 现在人家东升是董事长 人家当初早就喜欢秋美 人家巴不得我给秋美气瘦 好让秋美气暗投名呢 小树 所以啊 我横树都得忍着是吧 她指着鼻子说我没出息 我是不是也得忍着 有这么邪乎啊 妈 我告诉你啊 像她这样的 我是没找 我要找 我能找一点 找去 现在得给我找去 找去 你不找去我 你撞死我 别说你一个都找不来 以后找了一百个一万个 哪个是瑶瑶的亲妈 你告诉我 找去吧 你是 是 你小的时候心 好胜 自尊心强 这些我没有说是缺点 行了 我爸说那些话 您可以省吧 你爸说那话 你还听见了 我没听见 就算他没说 你们心里面 就觉得我有出息了是吗 天明 这个出息不出息的 都是一家人 有这么要命啊 我说心里话 我和你爸打小 就没希望你和天亮 混得有那个东升 这么出息 什么出息不出息的 你不活人过日子 是吧 你说你一天到晚 你哪句话你不带活 你把我们都当仇人了是吧 你要干嘛 你说 妈 是你们所有人都看不起我 你们打心里边就看不起我 有的说 有的没说而已 你这脑子里全都是什么出息不出息 看得起看不起是吧 咱都一家人 随便说几句话哪那么多意思 不最多说了一个你恨点不成刚 你就说你爸他死心塌地的不嫌弃你 你再说秋妹 其实都是你气不顺 都是你心虚 你自己没底气了 妈 什么都别说了 说一千到一万 就是因为我没钱 没事业 对吧 是 咱家是没钱 咱家没大钱 有小钱一样过安安文文 踏踏实实 有思有味的日子 这他也叫出息 也叫有成就 知道吗 我怎么跟你说你才能懂呢 我懂吗 就因为我懂 所以我才不能去卖萌 你卖卖谁你 一郡遮百丑 我要是有钱有势的 这两天这点不痛快 全都给省了 行了咱不说这些了 还按说好的 你去北京打工 别的咱不管了 钱不行的话 妈妈解决 您解决 您怎么解决啊 那是我的事 你管你的事 带着邱妹去北京打工 你北京那个工作怎么样了 我不想干嘛 为什么 妈 我有一个新的想法 我要是一辈子 给人打工的话 我这一辈子 我也抄不了这栋生了 所以我就要自己去创业 你又创业去啊 你这会儿创业 你那得要多少钱 我这想法花不了多少钱 但是要干成了干大了 我一定能赶上那个钱东升 过日子就不是攀比 那比东升厉害的多的是呢 有成就有出息的 你现在假设你在这儿超过他了 你那还这么多有成就的外国人 比尔盖什么 还你老头 你都抄他们去啊 你抄他哪天 到什么是个头啊 行行行 妈你说的我都懂 但是我告诉你啊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他不是好士兵 您放心 我一定会干成点事让你们看看 让你们大伙好好的看看 妈 您放心啊 我不会自暴自弃的 东升对我这个刺激 再加上你们对我的一针见血 倒是说破无毒了 我现在脑子清醒 我冷静得很 装之未愁 之日不休 你干嘛去啊 大板上你到哪儿去啊 天亮 还没睡啊 就这样了哪睡得着啊 他们两个呢 你聊得跟二毛睡下了 这么拦着劝嫂子呢 这你跟我哥已经聊得怎么样了 妈 我刚才啊真琢磨琢磨说那话 我觉着又已经到了 就现在这情况啊 我哥让嫂子要是出去了 我也觉着回不来了 明牌着嘛 他们俩一切是那种关系 现在你看董生回来了 董事长 有钱有势大老板 那邱妹她在咱们家 真的没过过什么好日子 不说吧 还遭了一肚子气 邱妹对咱老侯家 真是一点都不欠 是不是啊 这日子你说 咱穷富咱不说 那心里多日子老受着气 那谁愿意啊 就你哥 到现在还跟你嫂子 一天到晚反着不明火 我跟你说他 他们这家没什么枝结就行 要是有什么枝结不散 那都怪了 关键什么 你想怎么办呢 我这不来问你吗 跟你商量啊 我哥呢 忙忙叨叨又走了 又要创业了 说是个人都烦他 都看不起他 他要重新重整什么锣鼓 什么呀 我问他创什么业 没说 创业 我哥没开玩笑吧 不是 没有 他不老创业 他不会是在东升哥那边 受什么刺激 他 你干脆我找他去 不用找他 他就那样 他现在有点像那个 那个 驚恐之鸟似的 你要看不起他 那就让他死了 我告诉你吧 他躲着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 大不了喝两口酒 就回来了 嗯 天亮 我跟你说啊 咱们还是按原计划办 就让他回北京打工去 听见没有 钱的事你甭管 我来解决 最好让他赶快去 那房子什么的卖不卖 全都是小事了现在 行行行行 不但去 还必须男生求美 行 妈 我听你的 关键 那钱你怎么解决啊 你别管 那钱都不是大事 我来解决啊 哎 我都气糊涂了 我来跟你商量二毛的事啊 妈 这你放心 绝对不会让二毛拖嫂的后腿 你看 那篮子太苦了 这刚见着二毛没两天 没事没事 这这又是 妈 你们这这你别操心 篮子那方面呢 我说一下 行不行 啊 现在啊 这不是说谁出去打工不打工的事 这是我哥家庭保卫战 保卫战 你跟男子说 保卫战呢 我跟你说 你哥要是多看一点书 我跟他说话 真的就没这么费劲 不是 妈 这跟你说便宜说没关系 我哥有时候上那股劲吧 挺乖的 作孽吧 都是你爷 一个人把他弄大的 那不乖才叫乖 行了 妈 你也别着急了 啊 怎么着 你把篮子给我换过来 我要跟他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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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男子 妈 妈 天亮说有睡啊 好好好 算是没想那么多 早点休息啊 慢点 慢点 睡了 睡了 委屈你了 秋美 反正这事就这么定下了啊 回头你接着和天明 准备行李去北京 钱你不用管 有妈呢 妈 咱们家现在这种情况 我再吵着闹着 跟天明要再去北京 那我太不懂事了 你不能跟咱们家过不去 北京我不去了 天明自己去吧 让她自己去啊 我特别坚弱了 不过这次 去复兜 我还是能够 你心里追上的 嘴巴 吧 没应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